花蓮市公所和远东百货花蓮店合作 在3号下午是举办了宝宝斑斑乐活动 共有七十组的宝贝和家长们共聚一堂 各出奇招要把丰盛好礼带回家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来陪同亲子 度过温馨又欢乐的时光 为了引导宝宝们将尿布搬到指定位置完成任务 家长们使出浑身结束在赛道终点奋力呐喊加油 场面超热闹 这是花蓮市公所与远东百货花蓮店合作 在3号下午举办的宝宝斑斑乐活动 今天是我们花蓮市公所后 举办宝宝爬行的一个比赛 那我们也知道宝宝爬行 雪林浅的一些爬行的一些动作 都可以增强脑力 然后强健体魄 甚至增加一些亲子的一些关系 那在这边花蓮市公所 我们会持续的办理一些孩子的一些活动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远东百货 以及我们花蓮市民代表会 李政委主席黄大翔副主席 以及我们所有的代表 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未来我们在暑假 我们也会相关办理 我们这些孩子的活动 让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 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这次总共有七十足宝贝和家长们 共聚一堂 各出奇招要把丰盛豪力带回家 比赛分为三梯次进行 各梯次最快完成比赛的前三名 一名次可获得滑步车 多功能学习游戏积木桌 以及乐高积木一组 市公所表示 未来如果有任何相关需求或建议 也都会广纳酌情参考 期盼能为孩子们创造更丰富 有趣的童年 记者徐黎晴华联市报道